绘画的本质是创作 而创作不应该局限自己 艺术家张嘉瑜的画作使用对比色调 让整个画的颜色层层堆叠 是一种意识上面的表达 在整个空间的设计上 以明度挑战不同的情境 张嘉瑜表示自己对蓝色情有途中 以冷色调与暖色调的对话 让观者自行感受 比较直接的一个眼睛看到的形式的表现方面 基本上我是比较采取一个平图的方式 比较机理不是用那种厚图 在做一个厚薄的方式来呈现 然后我也尝试在整个画面上 就应用我们在绘画上 时长会使用到的一些基本元素 也就是说所谓的面的表现 点的一个层次 然后还有一些线条的一个勾勒 促成画面上稍微会活泼跳动一点 最先的那个原先的构想是青蛙 就是底下那一只青蛙 因为那一只青蛙让我去延伸到这一张构图 然后就利用我们的女蛙跟福西式 然后把它加这个元素就是神话的元素 然后把它加到我们的画里面去 然后又加了我们的埃及里面的 那个海奎特跟夏鲁姆 把中西稍微做个合并 然后再把以前的象形文字 弄到后面去当一个背景 艺术家薛书惠的画作将中西合并 也以各个朝代不同的历史融入画中 以生命生生不息的异象 创造一个生命的循环 回到绘画的本质 创造一个新的契机 十方新闻 郭一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